我的名字叫彭依林 我是美国华裔精神健康联盟MED的负责人 我负责多一个NAMI中文项目的推广 其中包括家联家和有户友的课程 还有互助主患者和家人的主长的培训课程 我女儿被诊断为躁郁症 那我自己本人也被诊断过抑郁症和恐慌症 我记得我女儿没有发病之前 她在学校表现很好 她的GPA都是4.20 然后也做了很多的社区无误项目 所以在当地的学区 她是被评为最佳的义工 我们的感情也很好 我还记得每个周六的早上 她都会为我准备好早餐 那我们还经常一起出去旅游 我们对未来很多的憧憬 我们计划要做很多的事情 也觉得没有什么可以拦倒我们的 当我女儿发病的时候 我完全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整个家都像被毁掉一样 所以真是说不出来 那个甜酸苦辣 真的只有是你经历过了 我才知道其中的滋味 我记得她是当时是十几天 她都睡不了觉 然后不停的一张一张的画画 日一夜 然后在家里 在墙壁上面一张一张的贴 她对钱的计划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这么优秀的女儿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而且她也认不出我了 她完全很冷漠对我的情感 非常的冷漠 我24小时看护着她 我也不可以去上班 到最后 我连上洗手间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最后我就叫了警察 call 911 然后就把她送去了精神病院 那到了那时候 很多我的朋友都不明白 我们家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他们也跟我们疏远了 我们当时是非常的无助 我自己是很绝望 我也试图的带着女儿一起自杀 想离开这个世界 我女儿呢 接受她自己生病这个事实呢 花了很长一段时间 大概呢 前后有三年 她完全不能接受自己有躁愈症 所以那三年我们家呢 是避而不谈这件事情的 完全不可以谈关于这个病的事情 那我自己本人呢 也是像很多的中国人的家庭一样 我不喜欢女儿吃药 我不喜欢她吃药 所以我做过最糟糕的事情 最傻的事情呢 就是逼她的精神科医生 让她减药 然后呢 导致她再一次的住院了 所以这是我一个很大的教训 很幸运的是呢 我找到了LAMI National Anonymous on Mental Illness 当我学了这些家年家 有互有的课程 真的就像说的 知识就是力量 那我就知道 我该怎么样处理这些病情 怎么样应付这些病情 然后呢 带我女儿去参加互助组 很幸运 我们也找到了一位 很好的精神科医生 和一个很好的治疗师 很强的治疗团队为她服务 再加上我们也重建了 她的朋友圈 她又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 而且这些朋友呢 完全了解她的病情 给她非常大的帮助 而且她呢 也学会了很多 管理自己的技巧 我们觉得最开心的就是 她很有效的 防治了她三次的复发 现在呢 她康复得很好 那时候呢 在医院的时候 刚出来呢 我们要找回当地的 精神科医生呢 找了好长一段时间 而且在那段时间呢 我女儿的病情呢 是非常折磨人的 反反复复 所以这个是我们 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还有另外呢 就是我们对这个治疗的 这个康复的过程不了解 不知道呢 是需要很多次的尝试的 所以在这期间呢 我们也走过了很多的弯路 对于我们的华人社区来说 我们第一 我们的语言上的障碍 还有呢 对这个社会呢 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呢 导致我们很多人都躲在家里 我们不愿意面对 我们接受的精神障碍的 这些挑战 所以我觉得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主力 保持大家都不愿意 出去寻求帮助 还有一个就是 因为资源少 所以呢 我们的支持力度就很小 导致我们华人 可以用的资源呢 也非常的少 我觉得康复呢 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终点 康复呢 我个人认为就是一个过程 因为像我女儿一样 只要她自己觉得 能够朝着她自己生命的目标 一步一步的朝着正确的方向买进 我觉得这就正在康复了 像她自己回到学校 很努力的学习 想修回她自己想修的 心理学的这些课程 然后呢 把她的业余生活呢 也充实去做义工啊 还有去做一些 她自己喜欢的一些 画展啊 这些活动啊 我觉得就是一个 对生命认可 对整个生活都充满了 希望的一个过程 我就觉得就是康复了 对生命认可好